今天我们去铁路桥上走走 这条是铁桥路 应该是往这里上去的 这里是贵州的红国 这里现在是7度到11度 未来十几天都是7到12度 都是这种阴天 这个边上我都来找过房子 这家也是都不肯借 或者说200块钱都没有 这家有个200块的 他不肯借一个月 他说太短了 这里不能走的 前面是有门锁起来的 这有个小门 碰巧看到了 我还不好进去 他也不管我 他也不管我 这好走的 铁路上玩玩 我要是没有碰巧看到那两个人出来 我也就折返回去了 因为上不了铁路的 哇一列货车 小时候也常常在铁路上面玩 我们家后面就是东站 现在是上海星客站 就是上海火车站 以前是东站 是个货运站 我们翻墙进去 我胆子比较小嘛 进去的比较少 他们胆子大的就进去偷那个东西吃 货运嘛 也运了这个食品 有地瓜干 有什么 火车开过来了 怎么办 他会走哪里 他会走哪里 前面还有一个人 我看到他是拿这条的 我就下去 我这里可以下去 可以下到这里 是最边上一条 是一个火车头 声音好响 喇叭都这么响 东风 9397 继续走啊 他们偷出来的东西 有地瓜干 有蜜枣 还有松子 有时候偷着松子 分给我们吃 铁路上有铁路工人会抓的 抓到他 抓到的话 把它弄进去 把裤子扒掉 屁股上面涂那个柏油 而且那个铁路上面是 压死过小孩的 压死过好几个小孩了 好多年啊 就是五六年七八年这个样子 这个两条铁轨都是 不要紧的都好走人的 这是一滴滴的桥 这是这上面我上次看到有车子经过的 下面有三条铁轨 我倒看不懂了 那边是第九小学 这是换柜的街头 这是怎么移动的呢 搞不懂 这边上还有能行步道呢 我怪不得他们在 上面可以走 很不错 哇这样看看很爽啊 哇这样看看风景很不错 竹青河 挺高的 这里还是挺高的 这个板如果是被我踩掉的话 虽然它不是玻璃栈桥 还是有点害怕 它有点缝隙的 还有一点晃动的 它过多一期想 看到没有 这个板有点像那个活动的 你看这 它动的 看一看 这种旅游是很不错的 这条路我走过 我从下面走过的 这盖子可以把它掀起来 这还有一个楼梯 可以从这个楼梯下去的 那边 那边村庄 那边我都走过了 还有梅尼场 也去参观过了 这里还有战桥 这里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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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没照好 可以从那边上去的 你从这个缝隙往下底下看 挺吓人的 很高的 我从超市里面去买了这么多纸 他们到超市里面是往这条路走的 这条道是他们这些村庄里面的一条出路 去那边超市里面去采购去 跟着老太太走没事儿 我上次看到一个人往那个铁路上走 走的就是这条铁路啊 就是到市区里面去的 这条路啊 你们再来找房子呢 前面又有行走的站道了 都是一个村庄里面他们都认识的 这里可以下去了 我从哪边走 他往这里走走的那个 往往那边去啊 再往前面走是是煤厂 哦 这条路是通煤厂的 我不去了 我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原路返回 好呀 好呀